这一大尊的土地宫神像 是轰奴地南山福德宫的特色景点 轰奴地南山福德宫总干事尤辉文表示 民国82年时庙方管委会讨论该如何增加当地特色 因而决定打造这超大神像 耗时一年来完工 在民国82年的时候 我们管委会就觉得说 我们这个土地宫要越来越大 很灵验 附近的乡客都一直过来 他总要做一个代表 类似一个图腾就对了 所以当初就有委员提议 进到这个大土地宫像这样子 那他是在大概民国83年 83年底84年初完工的 坐落在福德宫财神殿平台上的土地宫神像 究竟有多高 网路上众说纷纭 总干事尤辉文指出 从地基开始计算到拐杖最高处 刚好108台尺 融入天刚36地刹72的设计理念 做个澄清 因为有很多网路上都是那个可能是 记载错误或是有些误传 其他事实上他从地基开始算 到他楼上那根拐杖 他最长的那根拐杖 总共是108台尺 那很多这写109是什么 公尺什么都其实都不对 正确的数字是108台尺 因为108这个数目 等于说符合我们那个天地阴阳的数字 天刚36地刹72 土地宫高大雄伟的身躯引人注目 加上位于海拔302公尺的南市角山板山腰 居高临下俯视台北盆地 视野非常辽阔 象征庇佑所有市民 记者张一科综合采访报道